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狗带着手下路过看到了这一幕 为了跟温珠较劲 阿狗赶走了温珠对面的客人 强行和温珠对立 得知珍珍是小马的女友后 阿狗立刻将两人带到了自己这边 其实阿狗也看上了珍珍 之前她往酒里下药 想看温珠出洋相 结果珍珍在蜂蜜敬酒时 为了平息今天的事 竟然主动将酒喝下 见此阿狗临机一动 假意护送毫不知情的珍珍回家 并把小马强行留在了这里 小马没想到阿狗会坏到这个程度 因此没有怀疑 后来在温珠的提醒下 小马才觉察到了不对 为了分裂小马与阿狗 温珠主动带着手下闯进了阿狗家 小马找到机会潜入二楼 看到了差点遭到侮辱的珍珍 这下小马终于认清了阿狗的本性 阿狗和温珠都想得到珍珍 但是温珠脑子更好 利用对阿狗的了解 温珠轻松取走了阿狗的性命 就在温珠得意之际阿狗突然抠动扳机 用尽最后一口气与温珠同归于尽 就这样两人一同下了地狱 由于两人的手下是在同一家买了兽衣 因此两人死后服装一致 他俩本以为可以通过欺骗得到投胎的机会 结果没想到生死簿上早已记载二人的一切 原本他俩是一定要下地狱的 但是根据阴间管理条例规定 二人情况特殊 所以享有七天的假期 审核见此立刻叫阴差 送两人去王死城游玩 顺便偷点家用电器回来 如果两人办得好 沈赫就愿意替两人美言几句 避免两人下地狱 王死城里住满了因为生前干坏事 而受到急刑的恶鬼 人间的一切恐怖刑罚都能在这里看到 实在是惨不忍睹 温珠生前的仇人高丽王也在这里受刑 通过一阵寒暄 两人意外得知了判官的弱点 那就是女士内裤 温珠听后立刻与阴差搭讪 博得了阴差的好感 就这样温珠成功得到了阴差的内裤 此时判官刚好路过这里 他知道两人罪恶滔天 因此迫不及待的想要抓二人去受刑 虽然判官法力高强 但却中阴得以忘形而撞在了墙上 导致昏迷 二人趁死机会窃取回魂症 成功换到了回魂单 判官及时心情与二人展开了扭打 二人在混乱中强行吃下了对方的回魂单 最后在内裤的攻击下 二人摆脱判官 成功踏过阴阳界毁到了人间 结果没想到 由于两人之前与判官扭打时 吃了对方的回魂单 因此无法回到自己的肉身 想复活就只能附身于对方的肉身 猪狗二人死后 他们的副手猪老二和狗老二 顺利继承了他们的位置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猪二和狗二决定合作 一起赚大钱 不过就这样和好 是会被道上的人说闲话的 为此两人决定转移仇恨 让小马来背锅 等到小马死后 两人再找机会公开和好 这样别人就不会说 他们不为死去的老大报仇了 趁着夜色 猪二和狗二带着手下 顺利潜入了小马家 幸好楼下有朋友看守 使得小马第一时间听到动静 避免被暗杀 小马的身手虽然不错 但对方毕竟人多 没会儿功夫 小马就陷入了劣势 举望之际 温猪和阿狗突然现行 挡在了小马前面 这下猪二和狗二 便没有了再斗下去的理由 去过王死城后 温猪和阿狗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坏事是要下地狱的 这次复活后 他俩决定改邪归正 当个好人 由于互换了身份的缘故 两人都得跟对方的妻子保持距离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两人实在憋不住了 只好试着以对撞的方式互换灵魂 但是却以失败告终 紧接着判官突然出现 二人向判官求助 说只要换回身体 他们就会乖乖跟着判官回地府 判官信以为真 因此着了二人的道 恰好附近有个专偷内裤的小偷 凭借着小偷偷盗的内裤 二人再次摆脱了判官 某天猪气的大哥 突然带着徒弟前来拜访 大哥是灵异研究专家 通过与温猪握手 大哥觉察到了不对 他和徒弟怀疑温猪是僵尸 但是试探了一番后 却有什么都查不到 不可能 正常人类身上 是不会有这么重的阴气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 大哥开始用各种办法 检验温猪的身份 前来拜访的阿狗 也被他一并检验 出乎意料 温猪和阿狗完全没问题 不管是十字架 大蒜还是圣水 通通都对两人无效 大哥疑惑到 难道中国鬼和外国鬼不是一类 其实此时的温猪和阿狗 并不完全是人类 因为他们对血有着强烈的渴望 甚至还为此抢劫了现血车 不过在得知这些血要拿来救人后 他们二人还是将血还了回去 大哥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 但他却毫不气馁 息事不行 那就用忠实的 反正他精通各类治鬼方法 然而和之前一样 大哥这次依然已失败告终 小马的女友珍珍家世显赫 为了防止父亲看不上小马 珍珍特意拿出了一些钱 帮小马买行头 谁知真父回家那天 温猪和阿狗竟跑过来凑热闹 为了对以前的事表示歉意 温猪和阿狗这次站到了小马这边 帮小马撑门面 真父摸不透小马的底 于是便想看看小马的身手 小马改邪归正前 经常打架斗殴 因此身手还是不错的 但是面对专业打手时 他就显得不够看了 还好温猪和阿狗 虽然是以人类的身份活着 但却保留了一部分 鬼魂才有的法力 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帮助下 小马成功通过了真父的武力考验 就在真父不知该怎么办时 手下突然来报 说查到了小马 曾经拉过皮条的黑历史 幸好温猪也知道真父的情报 真父是某黑帮首领 黄赌赌每样斗沾 不过真父始终觉得 黑帮大佬比拉皮条的地位高 因此看不上小马 阿狗见状提小马和真父赌一把 让上天来处理两人的家事 真父是通过赌博出千起家的 因此在赌博方面很有信心 行我们就武装进胜负 能赢过我 我就让你娶我女儿 真父没想到 温猪和阿狗有超能力 所以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 狂喷脏话 后来真父又修改了条件 除非小马是真的发财 不然他绝不让步 发财对阿狗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 只要弄张彩票不就行了 小马万万没想到 阿狗给的彩票真的能中大奖 这下真父彻底无语 只能将真真许配给小马 婚宴当晚 众人齐聚一堂 气氛毫不融洽 然而判官近在关键时刻 出现在了宴会大厅里 温猪和阿狗见状 赶紧躲进了化妆间 没会儿功夫 判官就追到了这里 两人无奈 只能假扮成戏子 酷爱唱戏的判官见词 立刻和二人一起唱起戏以来 众人对此毫不知情 还以为来了戏剧高手 就这样二人被成功带走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